那你做了那么多戏都赚钱吗 铁竹台湾的话 台湾就做了一下 好不了解 不有这样想法的真的不简单 明星如霍建华这对明星夫妻 比起刚结婚几年的低调 现在的他们可是高调了很多 经常一起露面 也让大家吃了不少两个人的狗粮 而关于之前谣传的厉害的离婚绯闻 林星如也终于正式做出了回应 让大家看到了她霸气的一面 很多人觉得林星如的五官很精致 身材皮肤也很好 天生丽质绝对是港港的女神 1998年在她饰演还珠哥哥的紫薇时 很多粉丝将她的颜值封为绝世美颜 天上有地下眉 那时候的她只有22岁 而且还有点婴儿肥 所以在戏中显得很白一些甜美 脸上的胶原蛋白满满 皮肤更是白里头红 甚至被称为最美滋味 林星如虽然以前红遍全亚洲 所以在40岁左右 才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随后呢便生下宝贝女儿小海豚 在娱乐圈打拼了几十年 林星如攒下了不少家当 所以她特别喜欢买各式各样的珠宝 除了自己喜欢带 就连不过三岁的女儿 都会一同安排上名牌珠宝 所以呢 林星如偶尔的分享合照 都充斥着金钱的气息 毕竟红了这么多年 也是支撑得起这么挥霍的 就在前段时间 林星如和霍俊华二人外出游玩 晒出了幸福的合影 林星如还传了两张 自己和女儿小海豚首部的照片 只见这两个人带着同款的狩猎 这时 有悉心的网友发现 林星如和她的女儿狩猎 价值不菲啊 是黄金箱钻石工艺打造 林星如那一款两万多 小海豚那一款也要一万多 这价格刺痛了网友们的心 有的网友直言 上幼儿园就带一万多的狩猎 还真的是富养女啊 说起来呢 娱乐圈里面最富养的女儿 应该就是李湘的女儿了 但是从林星如过往 晒出了照片来看 林星如呢也丝毫不逊色 小海豚两岁的时候 用的竟然是金碗 而且喝的也是鱼翅粥 妈妈吃口 但我觉得也不能因为当了父母 然后你就 就没有完全没有你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生活 其实势必会有所改变 然后也势必会有所牺牲 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去放弃 你原本的理想 或者是去放弃你的工作 放弃你想要做的事情 尽量把时间调配在一个 很合适的一个状态 2017年林星如参加珠宝拍门会时 就与三亿多拍下了一条 香满宝石的项链 除此之外 他还买了一个价值约一亿的钻戒 据他透露 这些珠宝全部都是他打算送给 还未满周岁的女儿的 此外 他还曾经在采访中表示 有了女儿以后 他买珠宝比以前阔绰许多 因为可以 每名其约的留给女儿 他说到 每年女儿的生日 都会为他买下一件作品 或者是一件珠宝 留到女儿18岁成年之后 一起送给他 当然了 也有当妈妈的小私心 因为在女儿还没有成年的时候 可以留着自己戴 像我身上这一套 就是大概是三亿多 这一个十二卡 十二卡 十二卡 十二克拉的戒指 就已经是一亿多 每一年生日的时候 帮他 买一个 作品 买一件珠宝 然后他留着 不能用的时候 我可以先用 对啊 在他18岁之前 我都可以用 自己会有18件 林心如在生了小海豚之后呢 就经常会给他打扮 而且还经常带他去逛街啊 喝下午茶 怎么看都是在满足自己 有一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就透露小海豚 还有很多都不懂 甚至拒绝跟他去逛街 林心如就故意凶道 生你出来就是为了好玩 这句话当然是开玩笑的了 不料小海豚 竟然急得标出了台湾话 和林心如唱起了反调 回怼道 我就喜欢和爸爸出去 真的是太搞笑了 一问才知道 啊原来霍俊怀经常 趁林心如出去工作的时候 自己带着女儿去各种游乐园 时不时呢 还偷偷地给他吃薯条啊 冰淇淋 也难怪小海豚 这么喜欢和爸爸待在一起了 女儿还是比较黏我 他就是我如果出差几天 然后他爸爸都会带他去一些 跑玩的地方啊 亲子啊 然后给他吃一些伪敬品 对我来说 比如说偷吃薯条 冰淇淋这些的 然后还会拍给我看 我说你都是这样子在收买你女儿 可是呢只要我一回来 我女儿就过来了 她说 你真的 你妈妈一回来 你就把我一脚踢开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